早安 大家好吧,我是善盈 今天介紹的是,一間月之路3階的Café 那間Café的名字叫做文化社 那我現在帶你們去啦 在月之路3階的地鐵站出9號出口 上去轉左直行 再轉左就見到他的牌 上去如果要等位的話 不是跟店員說的 反而是寫你自己的名字 在外面張紙上 店員就會過來看 這些湯是文化寫字的出品 看多可愛 店鋪是比較小的 所以會比較擠 但其實他飲品和食物的製作都挺認真的 這些就是我們點了的飲品和食物 兩件水果蛋糕 兩杯拉蒂 一個水果梳打 和一杯無花果拉蒂 那這杯無花果拉蒂 那這杯無花果拉蒂呢 那喝下去都是不錯的 真的不會覺得有點腥的感覺 那還有都比較甜些些的 你看看那些奶泡多麵 好正啊 這個蛋糕裡面呢 就有芒果啦 香蕉 有芒果和草莓 還有草莓 它那個奶泡真的很好吃 因為呢 那個奶泡呢 吃下去呢 可以試到有 芒娜奶味和香蕉味 混合在一起 那種味道很好吃 我們之後還點了一個無花果糖 是 無花果拉蒂呢 麵包本身有點硬啊 所以如果和朋友一起吃的話呢 就有點不方便啦 但是呢 這個拉蒂呢 是很好吃啊 因為它的麵包底呢 是蘸了一些蜜糖醬的 我不客氣啦 我不客氣啦 那我今天說的事情就夠了 下次再分享多點關於韓國的東西 記得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Follow我的IG Andyong Andyong Ciao Andyong Andyong